OK 來 各位夥伴 大家好 現在是 預錄我們第18週 有計畫學彈性教學課程的情況 阿遠這個學期是可能 大概教數以來最忙的一個學期 但壓力不是最大 壓力最大是上個學期 上個學期不但12個學分 而且還有一門兩學分全英文上課 然後這學期有兩門 三學分加兩學分全英文上課 反而壓力比上學小很多 為什麼呢 上學期是全英文上認識食品與營養 9月上課 6月7月8月焦慮的不得了 什麼叫焦慮 Anxiety 很夠焦慮的 這學期2月開學 兩門課全新的課 一個是商學院的統計入門 我上學學的普通而已 當年跟那些美國的學生一起上課 我拿的B加 B Plus 就是B Plus 所以然後來看人交過一次 很多年前交過一次 所以對我幾乎是全新課 另外一門課呢 是全新我自己爭取來的 叫做學術協作與簡報 兩門是新課 總共五學分全英文三個 反而不會那麼焦慮 所以我知道我克服的那一塊 克服的那一塊 所以很棒齁 好來 一樣我們節目一開始 我們活動一開始 現在來聊聊我們有計畫學 那我考卷已經改完了 那一樣的承諾 一樣的承諾就是說 我們及格要求 及格要求就是 兩次點名至少出席一次 至少更正至少出席六次 只要滿足這邊的話 就會有十分 就會有十分 好來 然後因為我們兩門課是被拆成兩課 我們通常會把它放在一起 好來那這邊的話 因為課堂這學期弄的比較少 所以我會把它分配到期中考去 不會讓大家吃虧的 不會讓大家吃虧 好來 那在這個地方的話 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到了第17週期末考之後 我們一樣跟大家講第18週 我會用錄影的方式 讓大家了解線上的情況 線上的情況 好那整個學期下來 感謝大家的配合 那我大概發現我們分數蠻M型的 那沒關係 沒有學好代表是老師沒有教好 是我的責任 我會跟大家報告這件事情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的考題 這次的考題 好那這次考題的部分呢 一樣阿元的教書政策就是 My policy is only encouragement 只有鼓勵 不譴責 不強迫 但是只有鼓勵 好來這邊 我們來看這幾個單字 這邊有一個飽和脂肪酸 飽和脂肪酸這個要背號 Saturated Fatty Acid 你可以加S 因為如果是複數的時候 對不起 我這邊 可以加複數 可以加複數 Acid或Acids 一般我們在美式英文的話 會把括號加一個S 抱歉我手寫板解析度不好 好再來這邊是那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這些都是從課本出來的 我都有提示是哪個章節 要背號 Mo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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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放大一點感覺好像 OK 好來這邊 Saturated Fatty Acid 一般我們加S 或不加S都沒有關係 所以括號一直在說 這個情況下S也可以 不用S也可以 Mono Mono 像我以前在讀單字的時候 讀到一邊會拿一字鉛筆 畫下來 Mono一個單字 Unsaturated 或者你EVEN EVEN UN也可以讀畫 因為UN就是否定詞 Saturated就是飽和 Unsaturated就是不飽和 單元就是Mono Mono Mono也可以 這是不同的腔調 再來這邊有一個 多元 我們叫Poly Polar 美國家叫Polar Polar Unsaturated Phytic Acid 多元 不 飽和 脂肪酸 所以剛好翻譯 一字一對字翻譯 很很 蠻有趣的 剛好一字對一字翻譯 OK 再來 再來 軟的音質 Lesser Think 這個Lesser Think 就是這個字也不知道誰發明了 好拗口 而且我們亞洲人最討厭唸TH的音 TH的音 而且我日本朋友 他們唸起來更奇怪 OK Lesser Think L-E-C-I-T-H-I-N 背 就是背 就是背 因為你沒得選 你要讀這個領域 你就是要背 再來 膽固醇 這個是要背 Colesterol Colesterol 我盡量接近美國腔 然後台灣腔有人唸Colesterol 我聽過 Colesterol 這是美國腔 C-H-O C-H唸 C-H-E-N 可 beverage ера 音標是可的音 康 Héstero 所以症例在在問了 咧 cholesterol ol結尾 我們都知道這個是 是口内的意思 所以他表示膽固醇 分辱 誰翻譯了我也不知道 ok 再來 我們講丹唐 丹唐但一樣 mon 出名 saccharide 你可以加複数 因為這個也有複数 我都會給對 我不會去扣這個分數 monosaccharide 然後再來是寡糖 寡糖Oligo Oligo像早期 你們還沒出生的年代 那時候有一個企業叫金車企業 他們就叫做金車Oligo 喊的好大聲 Oligo其實它不是寡糖的意思 它是少 數量少的意思 那有人把它翻譯成寡糖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Oligo Oligo saccharide 可以加s Oligo saccharide 這也是這個單字 好再來 好再來呢 這是直煉澱粉 大家都有背過 澱粉叫starch s-t-a-r-c-h starch starch是統稱 那我們生物化學背景的人 營養食品背景的人 我們要背的更精準 好我們這個字 我講過 台灣腔叫做amylose 重點在R 但事實上這個叫amylose 這個念 為怎麼念二的一呢 問美國人不要問我 這不是我的錯 amylose 叫做直煉澱粉 這個有事先洩題 請大家一定要背 再來 支煉澱粉 支煉有人寫branch 不是啦 這個branch是沒有錯啦 只是這邊的支煉澱粉 有專密的單字 叫做amylopectin amylopectin 我比較喜歡念pectin 那美國腔 amylopectin 嗯 我實在不適應那個美國腔 就是非重音的T 全部都弱化掉了 很抱歉我無法接受 無法接受 好來這邊再來甘糖 甘糖叫做Glycogen 這個字要背 Glyc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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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出生在我們肌肉的 肝臟的 好這些這些東西可以 可以讓我們 延續我們的力量 延續我們的力量 好OK再來 纖維素Cellulose Celulose 你們發現Glucose Fructose Galactose 這些都是Ose結尾 Ose結尾都是糖類 所以我們要翻譯成纖維素 不要問我 又不是我翻譯的 那我們只能推測說 當年的前輩 我才不會超過100年了 科學家翻譯成纖維素 我們就接受他 好不好 就這樣我在課堂上 最常講的一句話是 氧氣 這個字是誰翻譯的 氧氣 後來知道是清朝的科學家 清朝科學家 好來 雞丁子 雞丁子的話 這邊台灣人可能會常念錯 唸成Cheating 欺騙詐欺的意思 美國家唸成Kyton CH唸可的音 聽說德文 像SCHOOL SCHOOL CH唸可的音 聽說是德國系統 這個我也不懂 我也沒有學語文學 Kyton 你要唸Kyting也OK 美國家唸Kyton 雞丁子 雞丁子 好再來 核糖 Ribos Ribose 核糖 一般是5碳糖 有5個碳 去氧核糖 也是5個碳 那我們說核糖在哪邊 核糖是RNA的結構 去氧核糖是DNA的結構 為什麼 不要問我 我沒那麼厲害 好不好 這個東西都是人家現成 經過分析化學 把它找出來的東西 好再次 核糖 Ribose Ribose 另外一個 Dioxy去氧核糖 Dioxy Ribose 我們講去氧核糖 就是這樣子的喔 OK 沒問題的話 我們繼續往下走